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继续谈 我们上个礼拜 谈完的Linear Regression 我们已经谈到 Linear Regression 做出来的这个 系数 Y hat A加BX的时候 把这个系数做出来了 然后这个系数呢 是用了这个 D Square Estimation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 违规直线呢 具有一些特质 那这个特质呢 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继续看说 我们做出来这个 违规直线流 这些系数以后 第一个要去Test 就是什么 要Test Vedas 就是等于Linear Regression 就是说用这个B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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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所得到的这个系数B 可以 要来Test 这个 族群的Vedas 这件事情 那 这个礼拜已经谈过了 我们把SS Total 可以分成什么 SSR 加上SSE 对 是这样子 OK 就是 Y的总变异可以分成 它受到 Regression的影响的 这个 Sumple Square 还有呢 Frendum R 两个部分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SST 假如有这么多的 Y的变异在这里的话 有一部分叫做SSR Regression的贡献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是预测不准的部分 OK 那 这个证明完了以后 我们就做了一个 ANOVA Table ANOVA Table 到最后要做这个 这个 Ftest的时候 是用什么呢 MSR 去处理MSE OK 有这个吧 这个在做什么呢 是在Test Veta 是不是等于0 的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讲到这里 那今天要从这边 再接下去讲 也就是说呢 我以下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 这个Veta 是Test 它是不是等于0的话 如何 这个MSR 出于MSE 这样的Ftest 那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什么角度呢 我从它的Distribution 来看 B的Distribution 来看 那 B的Distribution 我们把它做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会做这个Ttest 因为我们只要有 这个Variable的Distribution 以后就可以用Ttest 对不对 任何的Ttest都是怎么样 这个Variable 减掉它的期望值 除上这个Variable的什么 Standard Arrow 以后就变成T的Rain 然后T把它平方起来就是F 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介绍给大家 也就是说呢 我们来看看 B的Distribution 是怎么样 假如它的Distribution 找到了以后呢 我们来做成Ttest 然后把T平方 等于F 看起来 是不是就跟这边做出来的 是一样的东西呢 OK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介绍的 那 这个MSR 处理MSE 的话 你应该这里才知道 MSR的话 就是SSR 处理它的Variable V1 那 假如我们这个MSE 动的的话 这样 那 SSR 前面还 我们证明的时候 有证明过SSR等于什么 B平方Summation X平方 对不对 然后处理MSE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吧 前面的SSR 是不是等于B平方Summation S平方 请你看一下笔记 或者是B summation 都可以 好 那 我请大家把这个F呢 用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MSR 除以MSE 那 其实就是在计算 D平方Summation S平方 除以MSE 这样子的一个式子呢 把它放下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 B的Distribution B的Distribution 是怎么样子 的 来 开始推导 那么我们希望推导到最后呢 看出来 从T平方等F里面 可以找到跟它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公式 OK 可以吧 好 所以我们要进入 这个Distribution 那在这个式子里面的Distribution 那在这个式子里面的Distribution 其实有两个 两个东西的Distribution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们看 Y hat等于A加B S 那其实我们得出来的是 Y bar加B 什么 X减掉X bar 这个都有I 所以我们把I整变掉 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来看 那个Distribution 一个用Y bar的Distribution 一个是B的Distribution 来看 OK 好 那我们先看 要讲B的Distribution 以前我们先看一下 Y bar的Distribution 是怎么样 Y bar的Distribution 它应该也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期望值 我们就多是R化 它的Variance 是N分之Sigma平方 那它为什么Variance 是N分之Sigma平方 我们看一下 那它R化其实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Y的平均值 以图群来讲 那它就是定义 叫做R化 所以 我们看一下 所以 Variance Y bar 等于怎么样 这个是Variance N分之1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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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加加加加到YN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可以吧 可以啊 请你记住 所以 在这个Variance 所有的Variance 都在哪里 都在Y X 是没有Variance 所以 看到X 它是等于 是一个Constant 对不对 可以吧 好 所以 针对这个 来做Variance 的时候呢 那 这个N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常数的话 在Variance 里面 要变成什么 平方向 会变成什么 N平方 N之1 Variance 这个 可以吗 这个以前谈过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 Variance AX 等于 A平方的Variance AX 怎么样 一个常数的话 就变平方 所以 把这个平方 拿出来 这样 好 每一个Y的话 Variance 都有多大 都是Sigma 平方 对不对 所以呢 有N平方 分之1 每一个Variance 都是什么 Sigma 平方 加Sigma 有几个Sigma 平方 有N个Sigma 平方 所以呢 N平方分之 N个Sigma 平方 所以它的Variance 就是 NN的Sigma 平方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 Y吧 所以这个很简单 没什么 没什么 很复杂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 要讲 B的Distribution B的Distribution 呢 我们会做出来 那是Normal 那B的族群呢 我们可以拿它 叫做是Veta OK 固群的这个Parameter 叫做Veta 那它的Variance呢 是Summation S 平方分之C R 这样子 那我要 我要稍微 在这边 把它导出来一些 那B的Variance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好 B的Variance 那B的值 等于什么东西 Summation S平方 Summation Sy 对不对 阿晴 故意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是小写的 还是大写的 是不一样 对不对 小写的是大写的 减掉X bar 减掉它的平均值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 你把它写出来的话 就是XI-S bar 平方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只是把这个 这个小写的 把它回复到哪些来 比较容易来做 那请你在一次的记住 X的话 在这边都是Constant 只有Y是有Variance 把这个放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再做一些变化 XI-X bar的平方 这一步怎么样 把它乘出来 把这个 把这个YI-Y bar呢 乘到这边过来 乘上XI-X bar出来 所以把这个分开来 所以第一项是什么 XI-X bar 乘上YI 第一项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第二项是什么 这个Y bar再乘过来 对不对 Y bar XI-X bar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就把这个 这个固定不动 把它乘出来 然后第一项就变成这样 这一个乘上 前面这里 就是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 这个乘上 它就变后面这一项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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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的话 这一项等于多少 0 好 等于0 所以后面这边就不见了 假如不见了以后 我们就剩下前面这一项 对不对 所以 Summation XI-X bar 的平方 Summation XI-X bar 乘上YI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假如我们把上面化解开来的时候 变成这样 怎么样 这是I从1到N个 对不对 所以 我把它弄出来的话 变成是什么 X1-X bar 乘上Y1 加上什么 X2-X bar 乘上Y2 加上 东东 加上 YN XN-X bar 乘上YN 这样没有问题吧 就把它 把这个所谓的Summation 就把它分开来而已 为什么把它分开来呢 等于像我们把它做成Varance的时候 也比较好做 怎么样变成Varance呢 所以呢 Varance B 写到这里来了 Varance B 其实就是什么样子 Varance 这个东西 对不对 Varance 后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Varance B 这些都是Constant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个Constant 这个是不是Constant OK 所以 我们先把那个Constant 分母的Constant 抓出来 所以是什么 XI-X bar 就是Constant 的平方 再一个平方 分子一 分母的 发出来了 OK 好 分子的这些呢 分子的这些呢 Varance 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 每一个 系数是要平方的 那Varance YE等多少 Constant 每一个 Varance 都变成Sigma 平方 这个也变成Sigma 平方 它的Varance 是Sigma 平方 那这个 都是什么 都是平方箱 所以变成是什么东西呢 X1-X bar的平方 Sigma 平方 这是第一项 对不对 第一项这样子 第二项呢 是什么 X2-X bar的平方 是Sigma平方 一直加 加到第N项 XN-X bar的平方 是Sigma平方 好 好 这边 有一点 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把它查掉 那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把所有的Sigma平方 都一样 把它放 打出来 那后面的这些项呢 相加 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相当于 什么 XI-X bar的平方 这样有没有问题 分子这样有没有问题 分子 这里就是这个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分母呢 是什么 Sumation XI-X bar的平方 再平方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可以 以后呢 所以 上面的这一项 就跟下面的这个 有一个 把它去除掉了 所以就剩下来 是多少呢 上面剩下 Sigma平方 下面呢 变成 Si-X bar的平方 或者是我们 用简单一点型 就变成这样 就不是我们刚刚的这边 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就变成这样 没问题了 我们就先把它擦掉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有什么用度 有什么用度 等一下 除了要来证明说 它的F-test 用Distribution来做的时候 是这么一维师以外 我们还要做什么 Beta的Competence Interval 可以吗 B的Competence Interval 可以吗 是多少 OK 好 所以 我们想要 Test Beta 这个等于0 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T-Test T-Test 刚刚讲过 什么 每一个variable 点掉 这个variable的期望值 是多少 是Beta 涂上这个variable的什么 variance standard arrow 对不对 variance 看更好 所以它的variance 看更好 是Sumation S平方 然后呢 因为是T 所以用什么 MSE 来取代 星环平方 对不对 MSE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么假如我们要 Test Beta 是等于0 这个不等于0 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T-Test 就变成这样 对不对 B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然后呢 你还记得 我们前面 上个学习讲过的一个关系 F跟T之间的关系 T平方会变成F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假如把它T平方起来 分子变多少呢 B平方 这个就不见了 就会变成S平方MSE 然后把它乘下 上面是B平方S平方MSE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F-Test 这个F-Test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Anova里面的这个Test 我不是只要Test 说 我不是只要Test Beta 是不是等于0 我要Test 什么 Beta 是不是等于1.5 可以吗 可以啊 你这里就给它放叫做1.5 这里呢 这里呢 就给它讲 这样子过来 会吗 然后去找出来 又是你的T-Test 知道吗 所以呢 T-Test的话 这个Distribution呢 你知道了以后 给你更宽广的空间 你可以Test 任何的这个Beta 但是你假如是想要Test 它是不是显著的直线关系的时候 那Beta等于0 叫做没有显著直线关系 Beta 假如是不等于0的时候呢 那就是 怎么样 有显著的直线关系 Significant Linear 的Relationship OK 当你的结论是不等于0 Beta不等于0的时候 你才能说 他们之间 X跟Y之间 有显著的直线关系 这样了解吗 所以 一般在Test 都用Beta等于0 或不等于0 这样子的 来做这个 No hypothesis 跟Uterity hypothesis 了解 好 所以 这是一个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 也是Distribution 虽然 一般会觉得 还蛮有兴趣 想知道的 它的 Distribution 就是Variant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 YHAT 有点小小的复杂 那是 大家稍微 懒心一点 就这么小小的一段 来告诉你 稍微找一下 YHAT 等于什么东西呢 YBAR加上B S-GEN 加SB 对不对 你假如要加这样的话 也可以 就是这样子 那 Variant YHAT 你多少呢 Variant YHAT 加上什么 Si 减掉 X2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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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本次 还应该加上 Y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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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ant Y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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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乎 Y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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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 N YHAT XI x i 減掉 x bar 的平方 b 的 variances 是多少 這個 event 等上 summation x 平方 sigma 平方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時候呢 把 sigma 平方掛出來 以後你就剩下 n 分之 1 加上 x i 減掉 x bar 的平方 我們把這個分母這個還原一下 變成 summation x i 減 x bar 的平方 讓你看清楚一點 就變成這樣 老師 這個好複雜 你幹嘛要告訴我這個東西呢 我告訴你這個東西是有意思的 是怎麼樣子呢 找你來看這個 x 跟 y 在這裡 我們前面談過了 有這些 x y 的數據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第一個 把它方格值上 把這個 x i 的 y 的這個觀測值 把它點上去 點上去了以後呢 那你做出來的這個 做了 a 跟 b 的系數了以後 就有這一個回歸直線 對不對 回歸直線的預測的線 在這裡 叫 y head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跟 y 的值要分開了 好不好 跟 y 的值分開了 那麼現在在談的是什麼呢 我對於這些預測的值 y head 的值呢 它是有變異的 好不好 它的變異是怎麼樣 這些預測的值 y head 其實是在估計什麼 mu y x i 對不對 每一個 x i 之下的平均值 然後我們做 我們的 assumption 裡面說 這些 mu y x i 是成直線 y head 其實在估計這個 對不對 所以呢 y head 的變異有多大呢 也就是說 你對於 y 的這個 預測值呢 哪個地方的變異是比較小的 變異比較小 你對那個預測值怎麼樣 是比較有信心的 對不對 那個變異很大的的話 是怎麼樣 你對那個 y head 的 預測是怎麼樣 比較沒有信心 對不對 因為呢 它的變化 變異是很大的 OK 好 那我要問你了 以 y head 的變異是這樣子來看的話 你想在 x 在什麼值的時候 它的 y head 的變異是最小的 你看看你的式子 x 值是在哪裡的時候 它 y head 的變異是最小的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哪裡 很好 x bar x i 角等於 x bar 的時候 這一項等於 0 的類 所以就沒有掉 剩下 n 分之 sigma 平方 所以 x 等於 x bar 的的時候 variance y head 最小的 我們前面有講過 這個 y head 這個預測值線 一定會通過哪一點 x bar y bar 那一點 對不對 一定有通過 x bar y bar 這一點 x bar y bar 這一點 它一定會通過這一點 對不對 好 除此之外 你假如要把這個 預測的 y head 把它的 95% 的 confidence interval 畫出來 那你應該會發現它是怎麼樣 在 y head 在 x bar 的這一點的時候 它的變異是最小的 類似這樣 分得懂嗎 也就是說 這個 x x 是在 x bar 這一點的時候 它的這個變異是對小的 那你 x bar 越遠的話 這邊的變異是越大 假如是 95% 的 confidence interval 的話 那你這樣 知道嗎 因爲什麼樣子 我的 x i 跟 x bar 距離越遠的話 這個整個的值就越大 這個是固定的 下面的 summation x i 點 x 平 方平方 是固定的 這個也是固定的 這個也是固定的 所以只有這個才變 所以 xi 的值 你 x bar 越遠的話 便利就越大 你就越難你掌握的意思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所以你假如要來看這個 我們有的這個 B的這個 Distribution 跟Y hat的Distribution 以後呢 你可以看那個confidence interval 你還記不記得 以前談到confidence interval的時候 都要大家馬上想到什麼 T-Test的公式 然後把它展開來就對了 對不對 所以你的T-Test的公式 任何一個東西 X-FAR減掉μ 除以SX-FAR 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樣子 你要知道 X-FAR的平均值的 competence interval μ的competence interval 是怎麼樣 它什麼 你用怎麼樣 X-FAR 要加減T 2分之 alpha 乘上SX-FAR就好 對不對 沒有問題嗎 就是說 X-FAR加一個T 乘上SX-FAR 跟減一個T 乘上SX-FAR 加一個T 跟什麼 減一個T 二分之 alpha 是不是這樣 他的95%的Compidance Interval 都還給我的 自己 好像 猛叉叉的表情 真的嗎? 不記得了嗎? 記得嗎?還記得這樣嗎? 他的95%的Compidance Interval 的話就是 這個Alpha的話就用0.05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知道他的什麼? 只要知道他的這個 這個Sx就可以 所以呢 我們對於Beta的Compidance Interval 其實也是很容易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得到Beta的Compidance Interval呢? 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 用B加減多少? T二分次Alpha乘上Sb就好了 知道嗎? 你做出來的B是一個樣本的值 你假如要用這個樣本的B值 來看說 來估計說這個Beta的 這個95%的可信間距有多的 在什麼範圍之內呢? 可以抓得住這個Beta呢? 那你就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Sb是什麼? 這個Sb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 開根號 是什麼樣子? 這個Sigma平方用Mse來取代它 對不對? T-test的時候Mse取代 下面是Sumation S平方 開根號 就這樣而已 會嗎? 所以你只要做出來 你的B值是多少? 加減T二分次Alpha 然後乘上這個Sb 然後這個Compidance Interval就出來了 OK? 那你也可以做Y hat的Compidance Interval 怎麼辦呢? 就是我的Y hat 加減T二分次Alpha 乘上Sy hat OK? 那Sy hat是什麼? 就是這一圖 什麼樣子? 只是這個Sigma平方 用Mse來取代 所以Sy hat等於多少呢? 這邊的Sy hat 所以Sy hat是什麼樣子? 就是這邊Mse 然後呢 那就是1分次1加 Fumation S平方 Sy減掉S 然後呢 把它開的更號而已 可以嗎? 是這樣 就把這一個項裡面呢 這個 用Mse取代 然後開個更號 就是它的Sy hat 然後它的confidence interval 就出發了 了解 好 這個是到目前來做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要做β 是不是等於0 或者是β 的值 是等於某一個數值 Test 都可以做 還有β 的confidence interval 也可以做 好 接下來要談的是什麼 在這個回歸關係裡面 我們有一個東西定義叫做這個 我們把SSR圖上SST 你想想看 SSR圖上SST 用觀念來看 SST是什麼 我們原來談過 總共Y的變異叫做SSTOTAL 對不對 然後這個SSTOTAL裡面 有一部分叫做SSR 另外一部分叫做SST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SSR加上SST 才是等於SSTOTAL 了解嗎 所以我假如用SSR 那剩下來的就是 有多少 我沒辦法解釋 是一個Random Arrow的部分 所以是什麼 SSR對於SST 越大的的時候 表示什麼樣子 表示這個 regression可以解釋 等於Y的變異的 這個比例越大 所以這個SSR對於SST 有沒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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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SSR會不會比SST大 不會 所以SSR對於SST 一定小於1 對不對 對不對 會不會是負的值 不會 所以它一定是在0到1之間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值叫做R平方 大R平方 叫做SSR對於SST 那英文叫做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中文好像是叫做 決定係數 所以這個大R平方 它其實當然就是在告訴你說 在整個這個你做出來的 regression裡面 到底有多少呢 是可以被這個regression 來解釋或貢獻的部分 你的這個regression 假如能夠解釋越多的話 當然越好 所以這個R平方的值 就會越大 所以R平方呢 它其實應該是在1到0之間的 了解嗎 最大不會超過1嘛 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繼續要衍生下來 我們從這個R平方 要繼續講到什麼 講到 我們上次談的說什麼 還有一個叫做相關係數R 有沒有 大家一直在用的 叫相關係數叫做 這個R 這個是小R 叫相關係數 cor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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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從這邊談到這邊 連接起來 然後呢 我們再來要比較 這個相關係數跟這個 這個 B有什麼關係 這個R平方是從哪裡來的 回歸直線來的喔 所以它是跟回歸直線是有關係的 跟B有關係的 然後怎麼樣來跟相關係數連結起來 它們之間有什麼相同和不同的呢 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是這個東西 好 所以呢 R平方等於這個的時候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R平方的話是什麼東西呢 上面的這個 上面的這個 SSR 我們談過 它叫做什麼 B平方 summation s平方 SS total 叫做什麼 總共的 Y的邊緣 叫summation y平方 這個有沒有問題 就是 照定義來 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還記得我們的B叫做什麼 summation s平方 summation xy 把這一個 帶到這裡來 好不好 我們帶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什麼 這個分母是 estimation s平方 的平方 summation xy 的平方 這個就是B平方了 對嗎 把這個 B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B平方 是不是就等於這樣 把它帶進來了以後 乘上 這個 summation s平方 summation y平方 也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 B平方 用這個帶進來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的 B平方 帶進來的 其他不變 照樣寫下來 接下來以後 我們就得到了什麼呢 這邊有兩個B平方 所以呢 把它分 這個 一個sumation s平方 消掉了以後 就變成剩下一個sumation s平方 上面有sumation xy的平方 下面有一個sumation y平方 是不是這樣子 在這邊只是消掉了一個這個跟一個這個 這樣而已 變成這樣 好 出來了以後呢 我們把這個分母都放到這裡來 所以就是 summation s平方 乘以sumation y平方 sumation xy的平方 OK 這個是我們的 大R平方 是這樣子 這個大R平方 是這樣子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重新回來 我們重新回來 檢視一下 這個 所謂的這個B 我們的B 等於sumation s平方 分母 是sumation xy的時候 其實更正確一點的話 應該要怎麼寫呢 叫做BY.x 是這樣 什麼意思呢 這個B呢 是什麼樣子的B 做出來 是以x variable 當作是自變數 以y呢 當作一變數得的時候 得出來的B 是叫做 sumation s平方 sumation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把這個 一變數y寫在前面 然後一點 後面呢 寫它的自變數 是x 就這樣 那你有沒有想過 假如我們不要用 那麼固定的這種觀念去想說 x一定是自變數 y一定是一變數的話 只有把這個x跟y 想成是兩個變數的時候 那你假如要把什麼 把y當作是自變數 x當作一變數的時候 來做他們之間的回歸的時候 做一個回歸的時候 那麼你會得到一個B 對不對 那這個B的時候 你怎麼樣寫 這個應該是x.y 對不對 這邊是BY-X 把一變數放前面 自變數放後面 那這個BYX就是我們原來講的 sumation s平方 sumation xy 對不對 那假如以這個方式 y當自變數 x當一變數的時候 這樣求出來的BXY 應該是怎麼樣 下面是什麼 sumation y平方 sumation xy 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不要一直想說 x一定是自變數 y一定是一變數 只把x跟y當作是兩個變數 兩個quantitative的數量型的變數 這樣可以嗎 那是不是你用它來做 放進去做回歸之前 你應該得到這樣 所以這個R平方其實是什麼東西 你把它分開來看的時候 就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什麼 有一個叫sumation s平方 sumation xy 乘上有另外一個叫sumation y平方 sumation xy 把這兩個 sumation xy平方 拆成兩個 是不是就變成這樣 所以它其實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BYX 乘上 後面這個呢 BXY 什麼意思 這個是我們的R平方 我跟你說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相關係數 對不對 相關係數 我們用小R來表示 這個叫做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這個叫做相關係數 這個叫做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的定義是什麼樣子呢 它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怎麼樣子 就是這樣子 你來看看 怎麼樣子 跟這個大R平方 是不是有一些相向的地方 什麼地方相向呢 就是我把小R平方起來的時候 就等於我這個大R的平方 其實是什麼樣子 其實是什麼樣子 我的小R的平方 就跟我的大R平方 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在簡單回歸的時候呢 這個小R平方 就跟大R平方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什麼樣子 相關係數是這樣子的的時候 那它其實是等於兩個B 這樣子乘起來以後看更好的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看看 仔細來比較一下我們的B 跟這一個相關係數在這裡 怎麼樣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你其實從公式裡面 你就可以體會到了 怎麼樣體會到呢 第一個 你看到DYX的時候 它X跟Y是不對等的 好不好 什麼叫不對等 它的分母是S平方 分子是S平方 那麼相關係數呢 X跟Y是對等的 有一個X是什麼樣子 就有一個Y它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邊是DMX 你看到沒有 有一個它就有一個它長這個樣子 一模一樣的 然後上面也是一模一樣的 對等的位置 在這裡是不對等的 看到嗎 雖然它們的分子是一樣的 但是分母是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R其實是在看什麼 就是把這一個相關係數呢 在R開根號 就是BYX跟BXY 乘起來開根號 也是一樣的意思 這樣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小R OK 好 你假如對這個還有一點點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兩個之間到底有什麼樣不同呢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繼續來抽絲剝繭來看一下 所以以這樣子的公式 算出來的相關係數 代表的是什麼樣子的意思呢 代表的是什麼樣子的意思呢 好 我們的相關係數給它放在這裡 等一下 會把這個 第一台相對的再寫出來 先看一下我們的相關係數 好 相關係數是這個樣子的時候呢 所以你會看到 第一個 相關係數有沒有單位 R有沒有單位 R有沒有單位 有沒有單位 有沒有單位 你看看它的公式啊 Sumation S平方要開根號出來 就變成X的單位 Y平方開根號出來 這邊有X的單位 這邊有X有Y的單位 所以出來是怎麼樣 沒有單位的喔 所以呢 沒有單位的 沒有單位的 沒有單位 R沒有單位 B有沒有單位 B有沒有單位 B在這裡 有沒有單位 下面是X平方 上面有一個X一個Y 所以呢 把X消掉了以後 所以它的單位是什麼 X分之Y 對不對 我變動X一個單位的時候 我Y變動幾個單位 這個就是我們的B 了解嗎 所以B是有單位的 是不是 B是有單位 每變動一個X的時候 我的Y變動幾個單位 幾個Unit 這是B的單位 比如說是什麼 年齡跟什麼 體重的關係 所以 假如我們的Y是什麼 體重 X是年齡的時候 那我的B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B的單位是什麼 B是什麼樣 每增加一歲的時候 我體重增加多少公斤 B的意思 有單位 這是我們的B 對不對 但是R是沒有單位的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 那R的範圍在哪裡 相關係數有沒有範圍 有沒有範圍 有沒有範圍 相關係數 怎麼做了好久喔 從小小的時候 從很年輕的時候 對不對 有沒有範圍 相關係數 有沒有範圍 有範圍啊 有沒有叫做相關係數 等於二的 沒有 相關係數最高是多少 1 最小呢 負1 對不對 不是到0而已 有負1的 相關係數有負1的 對不對 相關係數有正負 相關係數是怎麼樣 1到負1之間 那我們B呢有沒有範圍 你有沒有範圍 你有沒有範圍 沒有 從這裡的 有沒有範圍 沒有啊 任何的時數都可以啊 對不對 就是沒有範圍 了解嗎 對 任何的時數都可以啊 沒有啊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質 然後呢 第三個 他在做的是什麼 R代表的是什麼 兩個 數量的 他們的什麼東西 直線關係 直線關係 它是代表兩個 Variable 兩個quantitative variable 之間的直線關係有多強 那這個呢 在做什麼 這個也是直線的關係 但是是在講什麼 我的Y 我的1變數 隨著我的X變化 一個單位的時候 它怎麼樣 直線的變動多少的單位 它也是在講linear的 但是是這樣子講 可以嗎 了解嗎 也就是說 我的Y 隨著我的X變動一個單位的時候 我的Y怎麼樣 直線的變動多少的單位 它也是講直線 但是是這樣子 所以呢 在這裡的的時候呢 它是怎麼樣 是 X呢 是 without error的對不對 X是major without error 對不對 所有的variation都在Y 這邊呢 是怎麼樣 X跟Y 它只是兩個quantitative variable 它兩個都可以major with error 了解嗎 兩個都是variable OK 那 等一下的的話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 再舉出來 讓大家看說 所謂的相關係數 是R等於1是代表怎麼樣 R等於0代表什麼樣子 R等於-1代表什麼樣子 R等於-1代表什麼樣子 的數據的形式 然後把這個R這樣的一個variable呢 跟它的這個data的表現呢 要連在一起